在高雄人武区有嫌犯逃债颇漆被害的物主表示 欠债的应该是自己的邻居 现在也怀疑这犯嫌可能是找错对象了 另外同样是找错人的 还有在高雄的大辽区汽车维修厂 今天凌晨遭人疑似是手持步枪扫射了大约有20枪 侧面了解这扼煞寻仇恐怕搞错厂房了 就乱扫射 而警方在深夜也待不到了一位蔡幸贤犯 追查是否有幕后指示者 凌晨4点多白色轿车在同一条路上来来回回 嫌犯锁定汽车维修厂连开20枪 维修厂铁门布满弹孔打成马蜂窝 地上到处是弹壳民众吓坏了 14号凌晨明湘街汽车维修厂 嫌犯搭同伙的轿车前来 手持步枪扫射20枪随即逃逸 警方连夜调跃监视器追查 逮捕车主菜性嫌犯 犯嫌已于犯案后 将车辆弃至于屏东河堤边逃逸 菜性嫌犯是车主 警方怀疑还有其他共犯在逃 深入追查 初步调查怀疑是搞错厂房扫射 另外高雄人物也出现扼煞寻仇搞乌龙 深夜11点多 男子穿雨衣跑到民宅前面泼漆 休旅车惨被红漆泼洒 泼完嫌犯还在车上粘纸条 再狂砸鸡蛋 13号深夜 张欣男子家门口跟车 惨被泼漆 扼煞还贴了欠钱不还的纸条 被害屋主透露 隔壁邻居上个月才被人讨债 怀疑他们根本是找错对象 泼漆讨债 全案一毁损及恐吓罪侦办 警方怀疑两起案件都另外有幕后 指使者将持续深入追查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 童刀